說明一下,如果我今天希望把這一個跟這一個 兩個東西的把它變成VBA,那總共的話也許我們可以用五個按鈕來完成好了 所以今天也許做出來,今天的作業大概就是把這個前面兩個做完 這一個跟這一個,另外的話有VBA,然後五個按鈕把它做出來,大概今天就差不多了 而且很多前面都做過了,所以你也不用 假設你其中報告都做完,我想你應該這個對各位來說應該是這個小Case 那怎麼做?首先第一個,我希望呢,第一步可以把這一邊輸出合格不合格,但是用公式來輸出 公式的話呢,第一個,我們今天的話就是這個輸出的話,是丟這一串公式 那這一串公式來源就是從這邊,這個的公式丟到這邊來 一樣嘛,兩個原則,一個是如果裡面有雙引號,把它變成兩個,第二個的話有列號,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OK,所以第一個丟公式,第二個的話就不是丟公式 而是丟結果 那這就直接VBA裡面做了 第三個的話呢,就是 丟公式一樣,這個是把這個 這個三個if呢,丟到這邊來 然後第四個的話就是 不是透過這邊呢,而是直接就輸出了 那第五個就是清除 大概是這樣子,所以呢,今天大概把這 做完之後呢,當然還沒有加顏色 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VBA輸出之後呢 也順便把這個兩個顏色加在這邊的話 那其實VBA很簡單 就是再加兩行程式就好了 OK,也不用像剛剛設定格式的條件 要做這麼多動作 OK,那怎麼做 我們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們step1,先切到VBA輸出,不過這個你開發留言 一定要自己打開,這個我就不講了 1,VBA輸出 2的話呢,然後再來怎麼樣 你要在這個裡面呢 插入一個模組,所以一樣嘛 這邊我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專案裡面的話呢,我就直接在這邊 模組部分 我看我先把這個先複製這個 其他我們應該自己再來過 OK,然後再把它移除掉 把它恢復成原來狀態 假如你們打開像這樣吧 按右鍵 插入模組 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呢 做什麼,插入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 第一個就是 公式 成績 底線公式 也就是做第一個按鈕 所以將來就是 1234 那這個按鈕的話,就輸出公式到哪裡 所以我們是輸出的位置在這邊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一樣嘛 照同樣邏輯 你把你的這個VPA移到旁邊去 做什麼呢 就看一下你的需求 For I 等於第2列到第7列 所以這邊就打一個範圍 跟他講說 我要輸出那個列 到第幾列 第2列到第7列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AS 這樣子 其實有固定的SOP 然後按個TAB鍵 再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個的H欄 所以Sales 的I列 的H欄 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輸出公式 所以等於先兩個雙引號 那公式在哪裡呢 你就把這個公式貼到這邊 但是記得兩個原則 第一個 你的這個公式 在這裡 裡面有沒有 雙引號 如果有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它複製 這個按取消 貼到哪裡呢 貼到那個 記事本裡面 做什麼呢 取代嘛 應該還記得吧 取代一個雙引號 變兩個雙引號全部取代 再取消 把這個取代的結果 再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兩個雙引號的裡面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第一步就完成了 這個把它縮小一下 那當然這個時候呢 我如果把它輸出的話 它應該就是全部合格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是12 1212 因為為什麼這個沒有跟著列號跑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把什麼呢 把這個2改成什麼呢 改成i 口訣的話就兩個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兩個 i 放中間 然後記得 and的符號 怎麼樣 把它空格移開 這樣子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了 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時候就OK的 有沒有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怎麼樣 這個應該前面都講過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再做 第二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是什麼呢 就是 沒有公式 直接把結果做完丟過來 就是這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怎麼做呢 特別注意喔 輸出一樣是合格不合格 可是喔 後面喔 這個我們一樣先 回到剛剛好了 就是清除的部分 清除 所以先清除先寫好了 把這個複製一下 這個就清除 OK 所以你會發現所有的東西你可以 什麼都不會寫沒關係 你至少會先寫清除就好了 清除 有沒有 所以 由清除衍生出來的 那清除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邊答案 合格 如果答案第一個 如果你現在打 這樣子 for I 等於第2列到第7列 都輸出合格的話 那這樣執行 變全部都合格 可是不對啊 我有的是合格 有的是不合格 你不能全部都給我合格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只要在 上方加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if 這個我前面有寫過 if什麼呢 根據什麼呢 他同一列的 依然裡面資料 所以把這個資料 放到這邊判斷是不是大於 等於 60 Sales 的什麼呢 I列的依然 就是把那個資料 意思就是說把這個資料 從這邊幫我放過來 是不是大於等於60的話 如果大於等於60 的時候然後 then做什麼 後面的話呢 才是輸出不合格 合格 反之 如果你要反之多學一個 叫else else就是反之的意思 後面一樣 and if 這個我記得我們前面好像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有沒有在那個 我們那個什麼 做151那個什麼 刮鬍自串裡面有 反之的話就輸出不合格 所以按個TAB鍵 把上面這個 放過來 複製下來 我是按Ctrl鍵 然後這邊打個不合格就可以了 好 城市 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已經寫完三個按鈕 資金看看 OK 資金 合格不合格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這個 主要可能會比較 有問題的應該 比較 特別的應該是在什麼 在回圈裡面 多增加一個 邏輯判斷 如果 這一個資料 所以這個 成績 搬到 它是複製過來的意思 複製到這邊來 判斷是不是大於等於64 是的話呢 就輸出合格到哪裡 到這個h 的這個位置 所以它就輸出到這裡 反之的話呢 像如果抓哪個抓不合格這個53 抓過來 他如果不合格那就是 把 不合格部分 再把它丟到這邊來 OK 是 哪一個 這可以拉長一點 看不到後面 說這個 後面 拉前 往前 對對 就這樣 OK 可能玩 好 那主要是這個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 這個這個程式的話 應該不複雜吧 前面應該要講過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有那個 三個按鈕 我們其實要做五個按鈕 只是我們剛剛就做 三個按鈕而已 OK 試一下 主要 第一個是丟公式 第二個的話是 直接就是輸出 用VBA做邏輯判斷 好 那第三個就清除 比我下廣告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